高雄的吳先生 放棄执政者的高度 牛鱼漫漫 是这场辩论的失败者 第二点 蔡主席的台湾公事 就是要与民主的台湾 面对独裁的中国 届时就算中台的关系出问题 台湾也不会变成麻烦制造者 更何况 现在整个国际的情势 有很大的变化 譬如说TPP各种机构的成立 对台湾其实有很正面的影响 最后一点 马英九在这次辩论中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就是要更进一步的 把中间选民赶走了 本人预言 马英九总统 将成为台湾第一个 无法连任的总统 我在这里警告马总统 您已经执政了 我们要的是一个 有人的执政党 不是要一个 只会骂人的执政党 如果骂阿扁还有效 蔡文就爬不起来了 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吴先生 来桃园的刘先生请说 喂你好 请说 喂你好 今天的编论会 喂你好 今天的编论会 让我看到什么叫做 自我感觉良好的马英九 今天蔡主席的表现非常的好 她可以提出非常完整具体的方向 只有马英九不知道 她要做什么 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刘先生 台中张先生请说 你好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我是在主客上班了 我今天有跟那个编论会 那就是从马英九开始发言 一直到她结束 我就想说 我也奇怪 她怎么都没有提出她的证件 都是在批评 讲大声一点 那什么事都没有做到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针对 咳嗽成为人的问题 那小英说 那她等司法判决 那我们也应该 真正要等司法判决 确定 在以她的情节中 她来决定是否应该的特色 可是马英九据说 不需要整判决就可以特色 那实际代表是 总统可以 约那个司法权权来 去感受司法 或者操纵司法 那再就是说 马英九所谓的 不同不独不无 那她又口声说 台湾是独权独立的国家 那不独是否定了 台湾是个独权独立的国家 就在这样子 好的我们谢谢张先生 来风源郭先生请说 主席议员来面大家晚上大家好 今天我好像是两点准备 是在看这段辩论会 但是看得很失望 我一直叫 今天是五吨在辩论 不然我没有研究才会变成这段辩论 因为松车鱼也在跟这一句说 你低低三年我能开掉一条七千亿 而民进东西送他一条三千亿 你不就说我这三年我一条三千多亿 这全台湾都在关心的东西 你没有也说我到台湾就做几条团的 大概三千亿 大概两千亿 大概五千亿 你算什么这个东西你不说 你在美工两千亿八年建政民进东西 你建政的时候 那又怎样 你这款的东西给你做三年我 你又在那里在灰 灰灵状的事情 现在 小英不下来灰 你的那种灰灰状的事情 这不通嘛 台湾人让你那么多的时间 这个时段人就要听说 你到底这三年我 人家跟你这句你要好好来说 这样人家中间 孙民人才会听到 所以说小英在做结论 他在中间他还有一段他在说 当年不要叫你自己的说 你的参与团队 都以前那些人 小英就会跟你说 我参与反参与 我待会接政的时候 我政府要用的人 我都只要是台湾的人材 哪怕是送错路的团队 他说 他设计的问题 人家也都会安排 台湾本来就不比较 有什么难理 所有人材就东西来用 他用都用一些童子筋 没怪他走不出去 你今天如果说你轻用一些金材 你今天你不要有可能说会偷偷偷 四分之三的立委 你现在还够出来跟人说 你要选立委 你够到两室也没用了 你开机就是让你立委也比较少了 让你总统也不要对 让民进党来接政 民进党的立委 我都来给贵败 你外面也来民进党的 他的行政 他一些 可以替台湾做可藏可教的事情 只要现在 我们终于把台湾建设 所以两方的事情 时间到自然都会改革 大家都不用急 好 谢谢郭先生 感谢你台南的李先生请说 这边那个辩论我觉得那个马英九 他有一点缓头缓尸 刚开始你看他开始在说话很急 然后有一点结疤 后来又幻漫了 所以看起来感觉很普悟 他这边 实在让人想不到 他会拿成英字的事情 出来质疑蔡英文 实在是让人感觉很傻眼 我们说蔡英文 他这边是我们对两岸的问题 他才有组心 你看那独派大佬 那些人 甚至他就在说 台湾跟大陆是兄弟之邦 你看 蔡英文给人很感谢 就是他把那个民进党 都全部团结起来 所以说台湾的共识是什么 台湾的共识就是 大家都放弃成见 让主持者很有尊严 叫中间做一个 看要怎么来大家来打 我感觉蔡英文 他有这个主席 就是你看看 民进党这个 给他很大的助力 全体百姓 大家对他都 这么有那个 蔡英文就越来越无尊严 所以说这条件我看 蔡英文真的会很害怕 好 谢谢李先生 金龙晨先生请说 卫民与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几次选嫌疑一两 今天这个辩论会 我每天半开始饭饭的 吃吃吃就以前开始 在看先前的新闻 一直到现在 晚饭都饭去吃了 我跟你说 那个蔡英文有足够的 这个总统的高度跟高端研究 对照着马英九 他因为投一任的 七百多万票选他当中 他变成了傲慢之道 那种心态 而且我告诉你 他不会还行 我告诉你 那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吴敦毅讲自己的团队 无能 那个隔四个日 我告诉你 我一小子讲不出来 我告诉你 这个主政又不负责任 因为他们政策 没有事才适用 把政策搞乱掉 搞施政不好 而且不肯换人 不负责任 就是对马英九政府 最大的败笔 而且还没说你拗 好 谢谢陈先生 感谢离台北的石先生 请说 喂 请说 你好 大家好 我今天讲的 也不是我们总统的 选举的辩论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司法这几年来 有没有改革 我们的司法 真的有没有改革呢 在台上的朋友 可能每天一句都比你们烧张了 我请问一下 我们的经济 有没有改革 有没有改革呢 你知道说 大家都讲说台商 在台湾 在大陆有多少人 但是你知道说 在东湾 我们的台流 有将近三十万人 在那一边 跟我们龙山寺一样 你们知道吗 我们台湾是一个 算是说 我们都是从一个加工的 一个出发点 我希望说 不管哪一个当选 尤其我们民进党的当选 希望说 把留在大陆的这些台流 能够让他回来 能够让他好好再打拼 从新开始 我们台湾的经济 就会起飞了 谢谢石先生的敬礼 来台南的洪先生请说 洪先生你好 祝先生你好 大家的来宾大家好 今天总统的辩论 你想一个国家的元首 所说的会 是 要说的会就要让八十天的乐 不是 他才要命名的人 要批评人 他才为你检查他自己 今天已经接触三十万 还为了我们台湾这些土地 在打拼 我没看到 国家发生什么大事 他什么大事 他都站在旁边 结果没了 出来外面 他今天做一个团队 他为了国家打算 所以算是很有用 算是 你还要害死我们台湾人吗 今天川主席所说的 他说 両方 要来 担这个 要担这个 附近 他所说的 他也是要 他要担救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的百姓的名义 也要担救他要担出两千三百万人的名义 那没有 要签的可怕 他签不签的 他说要担救名义 不是这样 所以所说的会 说的一头一头一头 他对财团就对了 他现在整个都担财团 财团 现在对财团 台湾也出来在这里说 不要说 郭台铭就好了 郭台铭现在 人们要用这个 在高雄 要用这个 用这个科技的赚 他也是在请他 他说为了台独 台独跟我们一样 变成这种 中途和四沉 说去三百 我们台独 我们台独 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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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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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件事就对了 一手一手 所以他今天 一个制裁 所有的事就对了 不能担担台湾民生的民意 不要说立正的国民党 台湾 大家八成就对了 通牌就对了 他今天所有人 所有人的 人材 他在用乖乖牌 他人材都没有用 刚才李广告军 我们要讨论的是 在这一次的辩论会当中 好像有一位 隐形的总统参选人 叫做陈水扁 到底马英九 这样打陈前总统 会帮他的选战加分吗 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